不久前,黑龙江加木斯福远市贾兴子岛附近 连续两天发现黑熊出没 有监控还拍到了他们嬉戏玩闹的画面 看起来十分的憨厚可爱 不过,大家可别因此就忽略了他的可怕程度 其实,黑熊的实力超乎想象 2020年5月18号 四川绵阳便发生了一起黑熊伤人的事件 该事件一共造成三人死亡 有专家分析,作案的黑熊可能不止一头 而且,他们十分聪明,懂得相互配合 利用环境、地形作为掩护,并发起突袭 无独有偶,四川省汉原县复春香南木村有村名 在自家地里采摘黄豆时 同样遭遇了黑熊袭击,导致身体因此残疾 近年来,随着野外环境的月区变好 黑熊等野生动物侵入人类活动空间 肇事惹祸的消息,屡见不鲜 黑熊也叫狗熊,黑瞎子 其体重较大,在人环境中 能够真正算得上是他天敌的野生动物 基本也就只有老虎了 不过在其成年后,即使是东北虎 也仍难敌其手 黑熊属于杂食性动物 和肉食相比,他更偏爱植物类的食物 比如植物的根茎叶,果实和花果等 不过,可别看黑熊是个吃素的主 一旦受到挑衅或遇到危险时 他就会一改老实憨厚的可爱模样 直接进入狂暴状态 不过,随着黑熊频繁出目在人类活动范围 人在野外遇到的几率也有所增加 若真在野外遇到了黑熊 我们又该如何正确自救呢 2016年,江西一位村民在遭到熊的攻击时 曾通过假死逃过一劫 而在各种影视剧或传闻中 我们也常能听到 人在遇到熊时可以通过装死保命的说法 但事实上,如果真被黑熊袭击 装死可能只会让事态变得更糟糕 作为一种杂食性动物 腐肉和新鲜的遗骸 同样在黑熊的食谱范围内 如果你正好遇到不饿 且攻击欲望不高的黑熊 那这个方法可能会让你有幸捡回一条命 但若是碰巧遇到饥饿 或是需要储存脂肪的黑熊 装死无疑就是直接将自己奉上了它的餐桌 而且,黑熊属于好奇心很重的一类动物 即使它们不想进食 也有可能会攻击装死的人 导致对方受伤甚至真的死亡 因此,人在野外遇到黑熊 正确的做法是 不要与它对视 因为,对于黑熊而言 你不经意的眼神 可能就被它误解为挑衅 其次,我们可以环顾四周 选好逃生路线 然后,尽可能不要发出太大声响的远离现场 如果正面于邪 也不要试图通过赛跑或爬树来逃生 因为不管是论爬树技能 还是奔跑速度 黑熊可要比人类强多了 在跑不掉的情况下 人可以发出咆哮 尝试以此喝退黑熊 实在不行 也可以边求救边反击了 一般情况下 黑熊很少会主动攻击人 不过,为了自身安全 我们还是尽量避免 在黑熊频频活动的地方出没 若看到带有幼崽的母黑熊 千万不要围观 一定要尽量远离 虽然黑熊、东北湖等 都是保护动物 不过,一旦遇到 并当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 我们是有权利、自慰 并致死这些野生动物的 但为了安全 避开它们常出没的地方 才是最好的选择 那对于保护动物伤人事件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